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晚上好 张大哥 临时直播 哇 号外号外 郭台铭 不参选 台湾总统了 大家等他的消息 也等得很辛苦 因为明天就是 要年数拿表哥的日子 他已经宣布 不参选 我本来要去睡觉 然后我打开网站 一看 都是这个故事 哇 我再辛苦也要起来 还没有睡 还没有睡 我再辛苦 我学那天 那天 那个 佛工 我最辛苦也要起来 我来爬都要爬起来 我都要站起来 在舞台上 要求 大家要团结 要支持韩国瑜 要团结国民党 郭台铭不选 郭台铭不选 所以我说 YES 之前我在看到一个 我就把它转载了 一个视频 应该是中国 直播的直播客 哇 他说 郭台铭为何要参选 实在多那种理由 你知道吗 听得很可怕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应该还是要念 谁 霸头香 Elly Jane Urigan 谢谢你们 还叫我加油 我怎么晚 我是因为这个好外 好外 郭台铭不参选 油蛋 你们好像都是一个 你们脸书的大头照 都一样 Urigan 跟油蛋 你们的 有什么中断 是 那个网络不大好 大家允许我一下 听到我讲话吗 哇 还蛮多人 你们都不要睡觉 听到郭台铭 不要 郭台铭不参选 我们大家都精神起来 本来我张大哥要去睡觉 我病啊 我病啊我病啊 我的病好了 天啊 苦民所苦 韩国瑜 我们也真的命很苦 你这个郭董 你要选不选 你本来就不应该要参选 你让大家 天天在那边 劝你 孙你 孙你 然后呢 你的那个发言人 又在那边讲话 哎呀 啊 现在大家很开心 非常开心 郭台铭不选 就不会分 就不会分 划 韩国瑜 啊 我要说韩总 哇 说韩总就对了哈 韩总就是 也是总统的意思啦 也是领袖的意思啦 也是市长的意思吗 韩总吗 哈哈 有些人 看到张大哥 这么迟 这个直播 你们 还愿意来看我 真的是不好意思 秋连你说的 真的 大家给他乱了两个多月 烦死了 我张大哥也是说嘛 郭董 浪费了大家的时间 不我想一想 其实郭董现在有贡献的 你知道吗 因为他要参选 才造成国民党里面那些大佬们 紧张死 因为他之前拿了荣誉 党员证 是他们开的方便门 所以他参加初选 顺理成章 输了 感觉上 就是不甘愿 所以就神隐 然后就放出风声 说要参选 而且是 就是他的 他的发言人说他要参选 那这些国民党的大佬就紧张了 所以他们才会有那天那个 21个大佬有年障 这个大佬 就 21个大佬联合声明 希望郭台铭 就是联合声明要支持韩国瑜 所以我想这个两个因素 郭台铭他考虑这么多 加多几个因素都不要紧 我想最大的因素就是 他的正当性完全是没有 如果他跟柯P在一起 他就更加的会让人家看不起 如果他跟清明党在一起 宋楚瑜也不敢要他 宋楚瑜怎么讲也有一点点的名声 假如跟郭台铭那种 参选初选 失败 输了保证不甘愿 愿赌服输不服输的人 当然 会 我相信宋楚瑜周边的精明党的那些 顾问团也好 他们也一定是劝宋楚瑜 不要让郭台铭合作 就是不要跟郭台铭合作 所以他几乎其实是没有 他找柯P或者 那他知道柯P的阴谋 我相信郭台铭做胜利哪里不知道 他知道他们要他的钱吗 我都讲了初选的时候已经亏了一亿了 假如这个总统选举不是要两三亿 现在最难过他不要选 那些靠郭台铭选举吃饭的一些人就 一时之间 哦 财神不见了 对不对 财神不见了 所以 那我们这些 还好我们都是一路来支持韩国瑜的 我们就不担心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蛮开心的啦 所以你看我要睡觉 张大哥要睡觉 其实我今天要上班 今天白天上班 也是很辛苦 伤风感冒 不过现在情形好 好像郭台铭一不参选 我整个病也病好啊 因为我明天休假 所以现在这么吃也不要紧 啊 对 郭台铭不参选 李秀莲要出来参选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李秀莲绝对不是郭台铭 他要参选的震荡性是有的 第一 他脱离了 他早就脱离民进党了 所以他以无党纪来参选 没有错 所以他可以号召一些绿营的人来支持他 甚至一些浅 不要不要不要 浅蓝的人 总之 总之 哎呀怎么讲 深绿的人会支持 我不知道谁会支持 谁会支持 这个 哦 哎 我感觉到有一点 是不是 不是阴谋论啊 应该是谋算论 李秀莲参选 会不会是因为陈水扁在后面 support啊 support就是支持的意思 因为陈水扁不是 叫人家抓他咯 什么什么什么 叫他们说 不要逼我选到 我听那些名嘴讲 其实陈水扁可以选的 你知道吗 会不会啊 因为 我觉得李秀莲跟陈水扁 应该是蛮好的啦 怎么讲 他们都已经在一起 不是在一起 所谓的在一起是总统跟副总统这么多年嘛 两任嘛 一任还是两任 两任哦 八年的副总统跟陈水扁在一起 看到陈水扁被关 怎么可以不要 哦 会不会李秀莲的参选跟陈水扁有关系呢 哇 好看好看好看 那郭台铭不参选 你说郭台铭会帮谁接下来 他不会帮人啊 因为那个中国的那个名嘴讲 郭台铭其实参选的完全的原因就是为了经济 为了他的红海 为了他跟中国的关系 所以我相信他也是 我相信各方面啦 中国也不 中国 那一边也不希望他选 因为他讲话也是 他跟中国的关系 的那个 哎呀 那个就是 所谓的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的那一方面的东西啦 总之就是 每次几十年来就是九二公司啦 一国 一什么 一中各表啦 然后 然后又一边 一国两边啦 一边什么 哇实在多 有时候我们这些喔 平民老百姓喔 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啦 张大哥当然知道 国民党跟共产党 其实现在就是在对立嘛 两边都认为自己是 唯一 支持 应该被 证明的国家嘛 当然中国因为 现在势力比较大啦 所以 世界各国就哇塞咯 那台湾就 哎呀 不管今晚的新闻 让人开心 不管是国董去学 或是 哦 谢谢你喔 说我辛苦 没啦 没什么辛苦 我现在拿着 拿着这个 哎 我觉得更 这样直播更方便了 好不好以后就这样直播算了 我不必 我还可以这样躺着 你看多舒服多开心 但是没人看耶 上一个传编的 可能我的题目不好啊 传编的直播 那我是谈不谈政治嘛 所以那天点点滴滴 讲一点反送中啊 讲一点家里的事 反正没有人要听 所以还是要讲郭台铭 好 讲回郭台铭 那我说郭台铭 接下来会帮谁 他的去向如何 张大哥觉得他可能就退出了 他也不 你认为他会跟韩国瑜握手 援和 然后出现在韩国瑜的肇事 支持韩国瑜吗 如果他做到这一点的话 他的声望又全部回来了 他的声望会回来 所以我希望他能够做这一点 他做这一点我相信网友们也会 网军韩流韩军都会支持 如果郭台铭愿意回来的话 在肇事 其实 但是他作为一个强人 首富嘛 台湾 我不知道 那他们说 朱立伦会不会跟韩国瑜 我个人是看认为是不会啊 为什么呢 因为 有一个 有一个 是立委还是市议员讲的对啊 朱立伦是会做事的 台湾的副总统基本上是卑微的 他的功能性不大 除非韩国瑜给他有功能上 有一些功能啊 比如外交这方面 但是我相信 应该那天 韩国瑜跟朱立伦谈了一个小时哦 我觉得 我们大家都认为了 朱立伦不一定要做副总统 因为 台湾你们的选举还有一种文化就是 副总统 可能就要 什么 就是 外省人 不是外省人 就必须不是外省人 对不对 所以韩国瑜是外省人嘛 是眷村长大 所以副总统应该就是本省人 通常是这样啦 所以是很有可能 韩国瑜心中已经有误释到一些对象了 那朱立伦可以做什么呢 当然是行政院长啦 其实行政院长这个位置很好啊 这个位置 等下一棒的时候 就可以被人家推举 成为总统候选人 那我曾经也是有提过嘛 我说朱立伦曾经做过 总统候选人 选不上 而且输得蛮惨的 但是如果他支持韩国瑜 那网不好啊 为什么不好 声音听不到吗 不好意思咧 这种我临时的 所以也不要讲太多了 还是我的网络不好 网络还好啦 刚才网络不好我知道 因为 我的那个 Router在外面嘛 客厅嘛 这个是房间 但是我的房间外面有一个接收器 但是要调 调到那个接收器 所以我已经调好了 刚才几出有点不好 但是因为我是手拿着这个 手拿着这个 我手拿着 所以会摇啊 你看 我要不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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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八个没有 什么意思 诶 乌力干 你 你写中 我不明白 又网不好 我有八个没有 什么东西八个没有 接收器啊 哇 你要直播咯 我发现我现在把那个 把我的手机的这个架子 放在大腿上 嘿嘿 不可以给你们看我的大腿 继续讲 那我说现在精彩了 是因为 那个 女秀人要选 会分裂 绿的票 特别是 台独的票 可能会 拿到 不满 女总统的票 收不到 是你收不到吧 不是别人收不到 不管 我先讲完先 讲完不好才来讲 好不好 不好意思啊 收不到也没办法 我继续讲 我说女秀人会收 会 分化这些绿 特别是台独的票 那呢 我不是说赖先生 绝对不是省油的赖啊 赖先生一定是不甘愿的 韩国瑜也在那边 大声呼叫说 赖先生 欸 其实韩国瑜 我觉得他倒是很 很勇敢 很Gentlemen 有侠客的精神 有武士的精神 愿意跟最好的人 来比见 那样 所以他 他 他好像 賴 賴 賴 除非 賴先生也脱党参选啊 所以韩国瑜是 其实也是 他那番话其实是让賴 賴很 很气愤啊 难道他不知道他是被捉掉的吗 所以我想 賴先生 会不会拓党参选 如果賴先生拓党参选 李秀年又参选 本来就 他本来就不在党里面 用武党器来参选 那这些 绿色的立委们 就会不会 哇 賴先生每一次做事情都是 是出其不意的 会不会明天 过没有去哪年署 賴去哪年署 哈哈哈哈 哇就大新闻了 就笑死了 会不会啊 賴清德 会不会明天去哪年署 因为我看 不过老实讲 这些绿色从来没有分裂 他们多 多么不能够在一起 最后他们还是 含泪在一起 拳打脚踢之后 也又拥抱在一起 每次出选 他们自己党内出选 都打到 你死我活 然后就 选出那个代表 选出那个代表 大家就 输的 初选输的人也乖乖的 要去 支持他 不过这一次是有点不一样 因为 韩国瑜讲 讲的也 我是觉得对啦 他说 那些立委都 你看得出吗 那些看板 他们连绿色都不敢放啊 又黄啊 又金啊 又蓝啊 又浅青啊 浅绿一点点 很好笑的 你看那些看板 全部也不敢 不敢找 那个女总统拍照 那里面的 人说 哎呀还找 等时间到才来 这种东西有找的吗 以他们的行政资源 一蓝就放跟女总统在一起嘛 就是说那些立委们都 只是重视自己的立委的选区啊 对不对 都不要跟女总统在一起拍嘛 不要跟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有 这个真的是看得出 他们也没有信心 会不会明天赖出现 哪个年数 然后一群立委出来 哇 然后 绿的就真的闹了 如果赖的出来 台独一定支持 陈水美一定支持 那李秀莲 又是怎样 哎呀真的 有一点 哇现在反正 乱的不是 国民党 乱的是 这个 哎 好像没有人进来 是真的听不到 是吗 听不到我就 讲到这里算的啦 How I How I 郭台铭 不要参选了 哎有啦 你们听得到是吗 听得到我才讲啊 听不到好像很笨蛋 傻瓜 没问题啊 我那天也是这样 有啦 听得到啊 你看你们还暗暗暗 但是没有眼睛咧 大家都睡了 累了 郭台铭 不要选了 我们很开心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郭台铭 也真的没有 我看那些大佬 除了登报纸 也是有去找他谈的 很多人都劝他 我现在连他的老婆都劝他 连他的儿子也劝他 不要做这些 变成你 你没有诚信嘛 当然他的声明里面好像他 他没有表示他错啦 他只是说 对不起大家咯 对不起支持他的人咯 但是我们是觉得他是这样啦 你做这个决定是对的 所以你还不是那种 知迷不悟的人 输了就输嘛 输了再站起来啊 你要等下一次选举也可以 不过下一次 四天后 哎呀 那那个中国 那个名嘴就讲 郭台铭 体力跟川普不能够比 讲话 弟弟打打这样 有退化的感觉 就像张大哥讲话 也是有点退化的感觉 有时啊 头脑里面想什么 不懂该怎么讲 我真的没有办法跟那些名嘴比 哎不过我真的蛮开心的 因为他们把所有的这个 支持韩国瑜的 直播的那些网 网页啦 常讲棍啦 新能哥啦 金茂兄的网址放喔 我竟然看到张杰欸 张杰就是张大哥的脸书嘛 因为我的直播一定是在脸书 在我自己张杰的脸书发表 然后我就下载成YouTube 就在每个后援会发表 包括我的网军团 对不对 所以 我变成 哎呦 跟大家在一起嘞 不好意思嘞 当然是我要求的啦 因为我也希望成为一分子嘛 我坦白讲我脸皮厚啦 我说我不多啦 我的网友只有几 但是我有些网 可能那个负责的人看到 哇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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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视频可以有六万多人看我 也不是太差嘛 所以就 接受我啦 因为听听我的讲 听听我的内容 也知道我是支持韩国瑜 对不对 所以我 我这件事情我蛮开心 哇我真的在想 如果韩国瑜真的当总统 明年总统 这个典礼啊 我们能不能够 我有没有资格以海外的这个 僑胞来 来出席这个典礼啊 我看一票难求啊真的 哎呀 不懂谁 谁 有没有机会韩国瑜 听到我 这么支持他 一个 新加坡六十一岁的 老人家嘛 就是跟他一样的 就 就给我 邀请我去出席 哇 飞机票多贵我都去 哎呀 我现在还在想 韩国瑜当总统 实在过分 他没有把 没有把对手放在眼里 哎 张大克的立场 真的是讲这句话吗 我不是说咯 韩国瑜只要一直的跑 一直的跑 根本就 最重要是把第二 第二 第二名的那个抛 远远的抛在后面就对了 其他的不管 管他郭台铭选不选 对不对 当然现在郭台铭真的不选 我还是 要伸出拇指说 Yes 实际上我的立场很清楚的 我一直强调韩国瑜就在跑 一直在跑 一直在跑 他每天都在跑 他跑市政也就是 让人家看到他的这个能力嘛 然后 他也有用人嘛 用不同的人 在 在市政上 在总统的选举上 这些我们都看到 没有人写东西了 就有无理干 不懂是我的问题吗 不过我一直看到你们进来了 所以我相信还是有人听我讲 是不是 有的话按赞一下好不好 让张大哥看到你们 哇 又越来越多人进来了 现在几点了 我转个头看看现在几点 哇 12点51分了 还好张大哥明天 哎呦 不可以看到我家里的样子 只能看到那边墙 很乱 规防备 哎呦 我还是要坐在这边比较好 所以啊 这个 郭台铭 闲牙热马 不参选 他是做对的选择 老实讲 我相信他胜利也太忙了 接下来 中国跟美国方面 贸易战这么麻烦 他虽然 他虽然 受不到啊 那我不讲了 跟你们拜拜先 我再看看 好不好 拜拜